你看吧 五爷也说不行 他是一个外行 那你自己说吧 外行也成的 你别乱烦我 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风格 还是得转换一下 虽然今天是随口说的一句唱歌 但我觉得唱歌说明还真秀 你看 他不需要什么高音 音语也不需要太宽 很合适你 说那么一大堆 就是说我唱歌不行 打发我去唱唱歌 唱歌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好不好 你平时不也老在家唱 唱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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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头啊 脑子有点问题啊 叙叙 怎么算等到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你个不是 我想说你忙 杨助理啊 你也在 你们又在工作 本想跟你一起吃饭呢 那如果你忙的话 就下次吧 我看你一眼就很开心了 下次吧 对了 我这次回美国去了几个酒店 这是我给你录的现场 音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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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就是说句谢谢啊 都没什么奖励 我 要不这样吧 你抱抱我 不是 就是你吧 那下次说好一起吃饭 好 一定 嗯 那我走了 拜拜 走了 她是我